好,接著就要來問一些簡單小問題 就是請問你,這是哪一級? 這在考,是在考 磁場方向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所以磁場這樣子,然後呢,這樣子轉 所以假是哪一級? 所以假是哪一級? OK 頂車戰界問 我們找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 14號 李公尚 你有答案嗎? 聽不見 你說什麼? 你說N級喔? 你說 你說的答案叫做N級 磁場方向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N級的指示方向 所以上面的磁場指向右邊 所以N級向哪邊? N級在右邊 那假是左邊嗎? 對不對? 所以假是左邊 所以乙會指向右邊 所以乙是N級 那假就是要說 S級 S級 好,下一題 請問你 這在考什麼? 磁力線如何來表達 磁場的大小強弱 那這裡面 A B C 豬 誰會比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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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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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叫做三四 誰比較強? A比較強 請說家 你答案選的叫做A A比較強 為什麼A比較強? 看所謂的密集程度 所以呢 我們A比較密集 所以A的磁力比較強 下一小題是告訴你說 磁力線如何表達磁場的方向? 磁力線的XX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請問你 誰? 那個XX方向是指向右邊 指向右邊 叫做 請問 停車戰界問 可愛大美女 美女 美女 美女叫做 10號 10號 B B B 請坐下 B 這要考 這要考所謂的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 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然後磁力 所以呢 然後外面是從N到S 裡面從S到N 我把圖上面把切線畫給你看了 所以誰是 切線指向右方的答案就是B 那就是B 所以答案就選B OK 簡單小問題 簡單小問題 再來也是一個跟學測考過類似的 就是這個 然後請問你B是哪一級 就是我們前面跟你講過做實驗 然後我上課講解還有我們做實驗 兩個重點 這兩個如果相吸的時候實力線會怎麼樣 相刺的時候實力線會怎麼樣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出來 看相吸還是相似 那你就知道 同名級還是異名級 然後呢 沒有實驗級 一邊N一邊就是S 然後包包包的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 那如果A叫做S級 B叫做哪一級呢 A叫做S級 B叫哪一級呢 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29 29 S S喔 你選的叫做S級 A如果是S另外就是N嘛 沒有詞單級 然後呢這個是相連還是分開 分開 分開就是怎麼樣 相似嘛 相似 所以這端也是N嘛 B的這端是N 這端是N 這端是N那邊哪一邊呢 那就是什麼 S S 所以它就是S級 好 上面這些練習考的就是我告訴你 你要記住的事情 磁場方向 磁場方向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實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實力線的密集程度代表磁場的強弱 實力線如果是相吸的時候實力線是相連的 相似的時候實力線是分開的 就前面告訴你你要記住的事情 把它弄完就會了 可以嗎 可以 OK 請寫客 練習